好啦好啦,今天沒有用麥克風的,所以收音未必很好 為什麼今天過了星期五才開Live呢? 今天就開始穿了Vrice HTC U Ultra 我借回來可以讓我玩兩下的三和電器Simon 您好,順便當我的嘉賓,順便評調一下這個機身 如果初行8個人我們請你分享一些Line請多看看 其實之後我會做開箱問的,多58應該再公佈會在那裡動文 好,那就等多一分鐘左右,那就開始了 好,暖場冰現在可以出來做一件事 先準備一些東西 誰是暖場嘉賓啊? 等一下 是否好藍呢? 哈哈哈哈 藍色啊,大家最愛的東西 不是只有Pixel 才是藍色 好,我們簡短地說一說 如果錯過了的朋友,就稍後進來看看 好,今天的主角是HTC U-Ultra 就是Simon 手上拿著的藍色 配色的,直接進去 我穿白色衣服可以給大家看清楚 是一個反光藍,整塊藍鏡 這個我也有點意外,藍到這樣的地步 其實幾個新鮮感 起碼有一點新鮮感 漂亮不漂亮,靈計 對,真的沒什麼機會去到這樣的藍化的地步 一發鏡一樣 而且HTC的字,它很流行 擺到很大的那一刻 這樣就感覺上HTC的字 感覺上HTC的字 沒有那麼速度 它的字真的太大了 我覺得… 即是現在太大還是現在就對了 其實每一次都是太大 我覺得… 但如果你想想 你這次如果這隻字再小一點 你呢… 嗯… 你又是… 好像我之前網上都會這樣插 它 其實有點像這個… 我自己說的 那個背部 就是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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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會比普通版呢… 將它縮小了很多 那麼… 事實上這樣… 輕一點簡單一點 真的漂亮 簡單一點說呢… 它的字不太漂亮 噢… OK… 我怕別人聽不到 因為沒有插咪的關係 好… 簡單介紹這部機 其實如果大家之前有上網看一些… 規格那些東西 其實這部機的規格 就未必說非常之… 即以今年的來說 就未至於非常新的 因為… 因為大家都一開始期望 是用835 但是最後出來的 就是821 現在手上這部配置 就是4GHz 4164 是的 其實還有一部128版本 但是… 都是4GB RAM 都是4GB RAM 還要沒有6GB 即是HDC 就留下手給你了 那… 簡單介紹一下正面 其實正面是用5.7吋的螢幕 為什麼我之前這麼嚴厲的評擊它呢? 其實我覺得它是一部集8加之大成的一個設計 最主要… 對… 對… 我想大家都是對這個… 這個呢… 是… 有一點點… 很好熟… 對… 基本上是這個LG 本身有的東西 現在移植到這部Ultra上面 其實它本身這條BAR 推出的時候 會說是有一個AI功能 可以遲些智能化 但其實是流花來的 到這一刻到賣界都是沒有的 要遲一點點 現在這條BAR有什麼用呢? 都是放一下聯絡人 感覺上好像不是很多東西 做一些音樂播放器 放一些APP 應該也是 其實某程度上 功能上這一刻 未算有AI 其實跟V20是差不多的 都是一個第二次的顯示 所以我就不太懂得欣賞這一部分 因為其實說真的 HTC之前 我覺得其實也算是實際 也算是有自己的風格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今年的機 開始 越來越似 越來越似 又開始沒有自己的風格 這樣 這樣 好 其實它後面有些新鮮感 正面就真的失色了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問我 其實HTC近年的正面 其實除了M7之外 沒有哪個特別靈 M7 M8 即是金屬面 要是就10 10 都叫做 還有些 10黑色可以的 有些美感 我就是不買的 可以說是少了 還有些美感 白色我是不買的 現在這部是藍黑色 其實我覺得這個配方 還可以接受 另外說回 這次它沒有用一個屏幕的虛擬鍵 直接有一個Fingerprint 加空間 這裏也有兩顆 Bad 和一個Multi-Task 的按鈕 還有 底部 因為我又沒有大電筒 因為今天是一個突發的Live 所以我沒有任何裝備 如果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只有USB-C 沒有3.5 沒有3.5 純粹是藍色的中框 就是這樣 以機論機就是這樣 其實我現在再展示 這個配方 其實我現在試的 是台版 我們再看看配方 裡面有些什麼 最大的分別就是 它有跟殼的 其實跟殼的動作 其實以往都是大陸機才會出現 為甚麼會這樣呢 我待會會拍給大家看 首先它裡面會有一個透明的殼 一個透明的殼 這塊布也很有意思 我覺得 這塊布也是很重要的 對這部機來說 很重要 為甚麼呢 待會就展示給大家看 好 這裡有一個開閃器 好 期望它不要掉 好 這裡有一條USB線 有一個牛 也是3.0 對 還有一個Headset 我拿了出來 為甚麼要用這個Headset 因為其實這部機 本身是沒有一個 3.5mm的插頭 所以就要用一個 大家看到了 是一個USB-C的 headphone 當然這部不是給我們Media試的機 因為這部都是一部街貨 所以我們就 音質那些 我遲些再可能到 我沒有記錯星期二 香港版Launch 我到時候可能知道 才再詳細試一下 不過說真的 如果HTC這部機的音質 如果沒有特別出事的話 就 都不是太差的 HTC其實 如果算回歷代 其實 3.5mm 和本身的Boom Sound 那部分 都是 很多人認同 是OK的 但不知為何 這次又發了神經 我經常都覺得 它將自己做好好的優點 下一部機就會 撕掉 不用 我不知為何它會有這樣的傾向 還未玩清楚 或者它有些新的優點 目前還未知 問題就是 問題就是 就是那個問題 即使iPhone 轉了沒有3.5mm 即使大家 到現在 蘋果膠 這麼天誠 都要撐住 都要撐住 都不可以 尤其是 HTC 你走這一部 你是不是很有信心 對舊東西 很有信心呢 好了 之後這個就 再試 再試 好了 為何這個殼 和那個 布 是這麼重要呢 我們現在看看 可不可以給大家看 反光位 都是 沒辦法的 有些像iPhone7的領克 總之 用得就預了 是啊 基本上 它的黏紫紋 那個 那個 程度 是輕輕地 碰一碰 都已經是整部機都是 所以 感覺上 如果這部 即是 反光面 就是黏紫紋 Z5 Premium 之前都是 藍色版 都是這麼厲害 這部你覺得差不多 還是更嚴重呢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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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次的 都幾 都幾 近年都幾 像這些 這樣的設計 發覺 是 靚一靚 但是 要忍受 這一下 都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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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就專門用了透明殼 這件事 算是貼心 這件事 叫做好過沒有 因為你 只有兩條路 要是就完全不理它 要是就套緊它 所以 基本上 如果你真的 一部 可能 叫做 不喜歡拿跑 即是會疼機的人 基本上第一件事 開盒就立即套緊它 就最安全 要不然 基本上馬餐死 好了 那就 看看還有什麼 可以說 好了 另外 先說回 那個 如果剛才 關掉機的情況 你要看到 其實它也有一個 類似 Always On 的 Display 類似 在第二層面上 做了 其實也是 很熟面 對 也是一個很熟口熟面的功能 嗯 那就 好 裡面的介面 暫時見不到 有什麼 太大的分別 跟之前的10 對 都是一個傳統的Sense介面 對 其實都是這些 好像沒有特別 有什麼7點幾 現在是7點0 仍然都是7點0 對 就是跟10部是一模一樣 對 那介面上 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好了 但是如果大家 譬如有用過 有副屏幕的機 例如V10或者V20 其實它開了一些相機 或者開特別的App 其實副屏幕是會穿的 但是現在我暫時 譬如開了相機之後 我是看不到它有按鈕給我選擇 對 暫時是刺激了 變成那個感覺上 就是 好像不太用得盡 這個Second Display 因為如果大家有印象 V20在這些位置 都會有些按鈕給大家 譬如選擇 我忘記選了什麼功能 總之是有按鈕給大家選擇 就是設定相機的設定 最重要的是 在拍照 或者拍片的時候 有Message來 有WhatsApp來 它是不會阻礙螢幕 其實如果你有V10 V20是有些用的 不過它是怎樣 表現出來 暫時還未試 就是真的 那 基本上 剛才你帶你試拍照 有沒有驚喜呢 老老實實 照片 因為現在正在做Facebook Live 我不可以直接 把照片放到Facebook 初步看 照片是乾淨的 以去年2016年尾 你不要經常強調它 以來講人的東西 算了 放過你 那個準則 我覺得 都拍到 季機系列的水準 照片我待會就放上來 給大家看 但它還是有10仔 剛剛出的小問題 我不知道之後會不會 解決 就指指地式 不是指指地式 就是它對焦 先出了一下聲 但是之後才開始對焦 不是反過來 平時是 你對完焦才對焦 才開始動的 還是還有這個小問題 暫時我試到 因為其實都試了十多分鐘的東西 重點是多少錢 很貴 是啊 頭水水貨 這個也沒有辦法 會不會初步透露一下 第一水六千多 十分之貴 老實說 值不值 見人見智 都是那句 暫在我們的角度 我們什麼都會入些 那有些人是喜歡一些 特別一些 沒錯 早買到Facebook 一直都沒有什麼所謂 你說它超級貴 但是又不是 因為它的定價 絕對是旗艦級的定價 我記得 台灣 如果這部機的定價 都五千多億 其實都是 所以 投了水來到香港 是小貴 沒辦法 其實大家都知道 應該會有些規則 最後一間 期間 廣道 大概 是啊 那 就 是啊 剛剛我也有 擦過 SIM卡槽 也是一個 都是雕仙 但是 好像是一加二 就是烏鴻仙 那種 那 基本上 這個有進步 其實 其實我 都抹了H字牌子 很久了 就是 永遠最貴的一部 都是無雙卡 這個最詭秘 為什麼去年沒有旗艦上卡機 其實 其實如果 很問心言論 其實我覺得 如果去年這部10仔 是有雕仙 就拼著它 或者是便宜一點 最重要的就是 其實我又不太在意 這個價錢 如果假設它 其實多人喜歡 尤其是那部紅色 非常多人喜歡 如果那部紅色的雕仙 我是用了 可惜 其實 它是HTC10系 近幾年 HTC機後 最得人 喜歡 有些人氣的 真的是10仔 因為大家都是 自從M7之後 有個情意 一定要金屬機 是 去到10仔才有 那種感覺 大家都會覺得 最低限度 最低限度 找回以前那種感覺 金屬感那種感覺 但是 這次 其實 我想不是就是HTC 今年很多機 都會用玻璃的設計 那麼 漂亮不漂亮 見人見智 大家都知道 其實 有膠 金屬 皮 之後就玻璃 然後就玻璃 皮皮很減少 皮真的 不是 其實 我真的喜歡G4 真的嗎 G4其實挺漂亮的 我真的覺得 G4 跟V10 是LG 顛峰的設計 我覺得 配在G4的效果 OK 但是 皮底真的不是 這部機 受得到 所以 G4 那時的設計 真是 反而 反而 玻璃底 就說真的 為什麼 一定會多些機用 真的 襯上去很多的設計 都很容易配合 很容易融合 很容易融合 那 其實會不會有 Pixel 的藍色可以比較 Pixel 的藍色 不在 那就沒有 比較了 但是你也沒有 那種是全啞色的 對 那 一點點都不靈 對 剛剛是一個相反 那 大家都是 好 先 說這些 那 先 打漏了 為什麼 大家都是很喜歡 藍色的 這陣子 這陣子是 因為大家黑白色 太悶了 那 這部就是 XTC的U-Ultra 那 其實要說的話 最後一個 跑分 大家最喜歡看 這種數字 我最不喜歡看 其實還可以嗎 不覺不覺 821 821 821的分數 就差不多 基本上 就沒有什麼特別 那 剛才我是拿著來 走Benchmark 的 一點點暖 就 還未至於勒手 但是 詳細 可能之後 其實 說實話 第一部 821 不是 821很多機 不是 我講 H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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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之後 就 到這一部 才是821 但是820 821 其實在我的 感覺上是 真是快賣的問題 跟之前的 888 不是說真的太大個分別 因為820 到尾都沒有什麼 還好 好啦 那 有 這個 我不知道現在是聽眾 讀者 還是觀眾 就問 聽歌方面有什麼新的 新的就是沒有3.5mm 就要跟一個 USB-C的耳機 其實它本身裡面 它本身裡面 剛才是在 其實它會配合 它裡面的 叫做HTC U Sonic 應該是一起做一個 做一個 可能EQ 或者優化的 所以 沒見過 好像是新的 新的 但是 暫時不能試 所以暫時不知道效果 好 另外 可能 找一條Youtube 試試看 看看搬衣服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好 現在可能看直播人 又辛苦一點 因為今天是一個 突發的直播人 沒有帶咪 出來的 所以就 忍耐一點 舉起一點 掛電 感受一下聲 嘩 為何要走一四 走一四 好像要 入了 IQ 升級最最新版 之後 走一走 走一走 好 我們嘗試用 iPhone的 喇叭 展示 這個 BOOM 3 給大家看 iPhone的麥克風 對不起 你不不忍耐 你不忍耐 不忍耐 聽我 美國 華盛頓 D sare 不是啊,我不是什麼意思 就是,長下喇叭聲好像很明顯只有在一邊發聲一邊 我們現在初步試的東西就是 或者對體一點說,華為都只有一個底? 不是,華為Mate 9是兩邊喇叭出聲 好,難怪這聲音這麼遠 我們現在試到的大概情況 它都是雙聲道喇叭和實際一樣 一個是這裏,一個是這裏 但是呢,主要發聲是在底部 這裏相對比較小,我們先掩住這裏 其實你見到的聲音是會比較低的 全是集中的底部 相對之下,Mate 9的情況就會兩邊均勻一點 對,就是這樣 好,那大家還有什麼問呢? 關於HTC的Ultra 那現在我就會做一個比較短的直播 那之後呢,去到發佈會那天呢 即下星期二呢,我又會再做個 可能詳細一點點,找到兩個嘉賓 好,那我們來個總結了 因為都玩了很久 好了,Simon 你怎麼看這部Ultra 雖然是你主場 我剛才才剛到的 剛才是沒有去詳細玩過 真的對著它沒有幾多分鐘 但是粗號呢? 即是你玩過這麼多機 其實日本機都多藍色 或者可能設計上比較特別 不可以用那些機去講 因為始終日本機一定是玩漂亮的 即是很多年前幾包都有了 已經 但是對比回我講的 即是大牌子啦 行貨那些來講 那那個藍色算是有些新鮮感啦 起碼拿出來的樣子 很明顯是新機先啦 是,這是其中一個 最簡單的一件事 設計的重點來的 你給人知道是新東西先啦 即是因為如果一模一樣 其實就是根本是死了一條 你說出了一部新款 起碼顏色會有新鮮感啦 那你說裡面呢 細節一點的功能呢 現在未試啦 但是呢 那個介面呢 就真的跟十仔啊 各樣啊 即是整個 整個介面是完全一樣的 那個 只有雙顯示的新東西啦 但雙顯示的 我相信玩開機的人呢 就真的會覺得有些哪個咯 因為真的太熟啦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來的 是啊 是啊 那就是這樣咯 但其實我講真 我真心講 HTC機一直都 有它自己的支持者 嗯 那其實只要它做回一定的水平啦 其實很多客人呢 竟然是想用它機的 真心講 嗯 是啊 這是真的 例如HTC10 去年的 那就有一件事 剛才你說啦 就是雙卡卡卡住了 對雙卡卡住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 有個價格就 它單卡之餘 價錢也本身是不便宜 嗯 嗯 對比三星那些旗艦機啦 甚至後來三星那些機落價 它好像都還沒跟 它好像都比SRH還貴 結果後來還要 嗯 那麼這一下也要令到DX9D卻步的 那麼 所以怎麼賣法 都是令到這部機 嗯 跟著下去的命運如何都很重要 嗯 是啊 是啊 那我又講一下我的 我就肯定是腐皮啦 嗯 雖然它的顏色是sharp的 但是我就 始終 就是以 以機論機 我覺得這部機 其實某程度上 都因為 不喜歡 就像剛才可能三人說 其實很多 很多 很多 所謂的特色 其實在其他機都已經出現過了 嗯 所以我又覺得 感覺上 就變了好像 炒賣一碟的感覺了 一點點 但是 當然利用機 第一件事 其實它起碼 它的樣子 叫做 一看下去就是新的 這件事 我覺得它是 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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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買的 你買的機 不知道是新的 是不合格的 因為拿出來是新的 所以 所以 初步 我的評價就是這樣 但是實際上 用來是怎樣 真的要花點時間 尤其是可能 大家會比較關心 一些 續航力 那些 我猜 我猜 遲些才會有報告 但是 初步 來說 樣子 都OK 但是 指紋的問題 真的相對 挺嚴重的 記得大家 買機 記得第一件事 就是先把膠殼 還有 台水送 我還未知鋼箱是否送 我想不會節省 少許 總之 如果有殼 就馬上把殼 沒有殼 就自己找殼 搞定它 才可以拿相機出來用 其他就沒有特別 好 那今天的Live 先謝謝Simon 首先你借出那部機器給我 謝謝你 謝謝 第二 就做我的嘉賓 妨礙你下班 不妨礙 那今天的Live 就是這麼多 遲些再找你上來 聊聊 2017年上半年的機器 大家有什麼評價 好 那今天的Live 就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